hello大家好我是Nita 我是Line 耶大家看到桌上的 滿滿的炸雞 我們今天要來拍 炸雞盲測 沒錯沒錯 自肥的主題 你還記得我們上次 最後一次吃炸雞什麼時候嗎 我真的不記得 最後一次吃炸雞 是在我開刀的前一天晚上 不可能 站住 沒有這麼以前啦 我開刀都沒有吃過 我們只有頂多吃鹹酥雞 我沒有去吃過炸雞 因為那時候你哀嚎的意思是 要減肥減肥減肥 直到後來到現在 就是什麼夫妻挑戰什麼都拍完 我好厲害喔 我竟然可以那麼久沒有吃炸雞 好提外話我們拉回來 今天呢我們買了 6家的炸雞 我們就來蓋牌盲測 看看哪一家最好吃 沒錯 就不要有那些品牌迷思 好好好 然後我們買了有 KFC KFC叫什麼 KFC KFC 然後還有 燙老爹 炸雞最有名的拿玻璃 被披薩耽誤的拿玻璃 對 再來是德克式 一定要買的麥當勞 跟這一個起家雞 起家雞我是沒吃過啦 對 它是韓式 但我買的是原味的啦 我們今天就是都是原味炸雞 平比 平比原味就好 我們先不要加醬 那我們就開始吧 帶蒂在那邊幫我們準備炸雞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能知道 我們現在吃的是什麼品牌的炸雞 好 剛剛在我們躲起來之旅呢 弟弟已經幫我們把它分好了 它是說按照順序 這邊有這個拿玻璃的盒子 跟這個肯德基的袋子 但其實它裡面裝的不一定是這個牌子的 這是一號選手 好 先來聞聞看一號選手 沒有什麼味道 就炸雞的味道 它很淡 炸雞味道不知道是哪邊傳出來的 虧偽了一年沒有吃到炸雞 什麼感覺 它皮好脆喔 它皮很薄 對啊 它這個雞汁就流出來了 我覺得你的那個好像比較多汁 嗯 它不會很鹹耶 不要變肥了 我覺得我吃的這一塊有一點點微甘 沒有那麼juicy 嗯 我都可以吃 誰啊 餓到你知道嗎 你比較死故的吃 你要評論啊 欸 這是評比捏 你沒有吃完怎麼知道評論 不用吃完 欸這個部位真的比較好吃 這把很微甘 蠻甘的 它有個胡椒味耶 有 它皮就有胡椒 嗯 我剛剛後面會很吵 會 我覺得這家它的肉質算嫩的 有點看部位 像它這個腿排的部位是嫩的 但是雞翅的部分有一點點甘 我覺得它的皮是真的很薄 我不喜歡吃那種粉裹很厚的 裹很厚吃起來就很不見一樣 都吃了很多裹粉 它這個塊就是你吃得出來什麼是雞皮 肉的話咬開來 會發現說它很多雞汁 我們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很喜歡說那麼多雞汁 蛤 對 真的喔 因為很油不喜歡 它也是因為這樣才比較保濕 會比較好吃啊 嗯 我好像知道這家是什麼耶 是什麼 我覺得是肯德基耶 我覺得不像吧 肯德基的粉應該會很厚吧 沒有肯德基有好幾種 因為我買的是上校薄萃雞 好 我們來打分數 1到5分 3點5分 第二家我一看 我真的一看我就知道 就知道是賣 我們一起講 1 2 3 麥當勞 你知道麥當勞的炸雞真的是很好辨別 麥當勞就是一個麥樣啊 麥樣是什麼樣 沒關係我咬第一口就知道吃不麥當勞了 歡迎來打電話 100%是麥當勞 皮肉分離 對 皮肉分離 柴柴的 麥當勞的炸雞是這樣的嗎 嗯 怎麼那麼不好吃啊 因為炸雞因為別人是很差 並不是我們現在吃飽而是它真的完全遜色了 有一點點油量但是吃起來很沒有雞汁耶 到後面你吞進去的時候會有油膩感 怎麼會這樣呢 你還是好好的做你的漢堡好了 它的薯條跟雞塊很好吃 其實在我的印象中麥當勞的炸雞是好吃的耶 可能我們往往在吃漢堡的時候看到別人在吃炸雞會覺得 蛤好好吃喔 結案 大家知道為什麼 2點5分 我給他2分 來 第三個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 胖腦爹 聞到味道 啊 胖腦爹 胖腦爹 我沒有很常吃炸雞但是 我很常聞到胖腦爹的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 真的 它的皮 也是那種薄皮的感覺 嗯 哇嗚 看起來很多汁耶 欸你看它的這個雞汁就是不一樣啊 欸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它有一種水果的味道 換我吃 你不要把它皮 用不掉 我要跟著皮 皮是最不健康的 我要胃太好它不要太兇 你看都在吃那個 這個 油炸物 它的皮 很脆 肉 很Q 很好吃耶 有奶香耶 嗯 嗯 它是有一點點鹹度 但是不會太鹹 感覺是有醃過的耶 好脆餓喔 好好吃喔 然後這一家 皮是薄薄的那種 可以感覺得出來真的是雞皮 我還是必須要講 真的要驗證一件事情 喜歡跟痛苦跟好不好吃 都是比較出來的 沒錯 連續吃這麼多家才會感覺得出來 原來每一家吃起來都是不一樣的耶 對啊對啊 OK 那幹嘛吃 這家好吃 四分 第四家囉 這一家我感覺就是韓式那一家吧 對 因為比較小隻 剛好一人一隻棒棒腿 它是比較偏小size的耶 我好怕喔 因為它看起來很像蠻當的 不知道會不會雷耶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去西州市場吃過那個炸雞店 叫什麼名字嗎 放屁喔 它很像那種古早味的那種 它應該沒有什麼用粉啊 它輕輕的 對 就是薄薄的一層 很有雞汁耶 我咬每一口都有雞汁喔 真的 可以吃吧 可以啊可以啊 餓你先生 第二家裡不吃了 看你們說成這樣 我們在吃炸雞啊 我們最害怕咬下去就是又乾又柴 真的不會 它咬了每一口下去都有汁 它沒有到汁多到你會流出來那種 但是至少它是保濕的 我覺得這是你喜歡的那種耶 不會太汁剛剛好 沒錯 又乾淨又簡單又好吃 它吃起來比較不會那種很油膩的感覺 它吃起來有點清爽 4.5 這集好自肥好爽 第五家 好我們要進行到第五家了 好快 拿玻璃的外殼包的什麼樣的肉 我感覺這是肯德基你知道嗎 你的嘴角有那個喔 謝謝 那種木乃伊的感覺 對不對 瘦瘦的 木乃伊耶 來囉吃囉 好 偏乾偏柴 但是它雞是嫩的 它還是比我們吃的第二家好吃 我覺得還不錯啊 嗯 我喜歡你吃這個 你吃這個地方 嗯 嗯 好吃耶 嗯 我覺得很好吃耶 剛好第一口咬的地方比較乾一點點 它其他地方很濕潤耶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皮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它的那個肉 是那種QQ嫩嫩的感覺 有彈性 我覺得這家其實跟胖老爹有一點點像 就是擦在皮 嗯 但它們吃起來也都有一個奶香 我覺得第三家還是比較香啊 因為我比較喜歡第三家的皮 嗯 可是我這間的肉我比較喜歡 它沒有那麼濕 喔 還蠻好吃的啦 其實吃到後面還蠻好吃 嗯 它也不會都太鹹 但是一點點鹹而已 OK 四分 來囉 那最後一間啦 最後一間 好難喔 好難喔 怎麼呢我好像有點小小的愛上這個七花 這個七花還蠻好玩的 欸 盲測系列嗎 對盲測系列 來囉吃囉 好 嗯 嗯 欸 聽起來很脆耶 這味道好特別喔 好特別 特別是好的嗎 嗯 它的肉是軟嫩 但是沒有到Q 嗯 對啊沒有那種Q的感覺 它雞汁也是不錯多 有一個茶香 是茶香嗎 我也不知道那個味道 跟我們前面吃的那個肉香啊 油香都不太一樣 它有一點甜甜的 你突然覺得這才是胖老爹 我也覺得是胖老爹 它的皮其實算蠻鹹的耶 感覺有經過調味 嗯 它上面有一點點一點點黑黑的 可能是胡椒鹽啊之類的 四月分 好啦 現在我們六家都吃完了 那我們就先從第二名開始公佈 第二名並列有兩家 都是八分 一家是你們剛剛吃的第四個 是 起什麼 起家雞 起家雞 喔 嗯 然後跟它並列的是在 拿坡里的盒子裡面的 德克斯 喔 喔 德克斯跟起家雞第二名 喔原來是這樣 德克斯是我們剛剛吃的第五個 我覺得其實並列的這第二名呢 他們都算是調味沒有到很重 然後也不會到很油的 對比較清淡一點 對對對比較清爽的 對對對對 那第四名的話是第一個你們就吃的 是 肯德基 喔 喔 還好它不是第五名 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肯德基它這個 雖然比較鹹一點點 雖然說它是第四名 但其實我覺得它還不錯吃啊 它表面就是一個胡椒 胡椒感 它的調味比較重一點點 對 對 再來第五名 第五名是最後一個在肯德基的袋子裡面的 胖老爹 啊 哇 胖老爹第五名耶 為什麼 嗯 難怪它最近 嗯 沒事 我覺得它有一點偏會膩的味道 對 所以我可能頂多吃一兩塊 那接下來呢要來公布最後一名 第六名我們一二三三個人一起講喔 好 一二三 賣到 我先說 我先說每個人的口味都不一樣 我們覺得好吃的你不一定覺得好吃 你們覺得難吃的我們也不一定覺得難吃 我要講句公道話好了 麥當勞它厲害真的不是它的炸雞 對啦 很怕被告 對啦 麥當勞漢堡它的雙層牛吉士寶跟鱈魚寶 對啊 雞塊都很厲害 雞塊都很厲害 然後最近它又跟那個 防彈上很聯名 但我們今天是炸雞評比 下次來漢堡評比的時候 歡迎來找我們 對 歡迎自助 好 那接下來呢 要來公布我們第一名 登登登 第三個吃的 拿玻璃 拿玻璃 果然拿玻璃就是炸雞變碼 我知道剛剛我在找拿玻璃店的時候 我打拿玻璃就是Google地圖喔 然後跑出來後面全向不是拿玻璃披薩 是拿玻璃炸雞 好啦第一名就是名副其實 拿玻璃炸雞 我其實這個人真的是很不會吃炸雞 我都是因為裡面關係才吃炸雞 然後拿玻璃的炸雞好吃 說實話我都聽聽而已 有時候我會買來吃 但是因為我沒有比較過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說拿玻璃有那麼好吃 欸我其實也有一點點驚訝 拿玻璃竟然會就這樣得第一名 對啊 而且也是默默的 嗯 我還以為會是 胖老爹啊 或是肯德基之類的 我其實一開始就很擔心說 會不會 因為我在我看完麥當勞 然後吃完麥當勞的時候 內心有個想法是 我很怕 很怕說 不會連肯德基都可能第五名之類的吧 還好不是 沒有讓我們失望 對但相對的 我反而是被那個起家機 還有拿玻璃經驗到 其實我們今天這樣拍下來都覺得盲測系列滿好玩的 之前我們也有拍過一個奶茶盲測 還沒看過的可以去看 對 我把它放在這邊 這邊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們這樣盲測什麼東西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歡迎點讚訂閱再分享 還有追蹤我們的IG跟Facebook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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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囉